依时三天的太成功异于 先则运界 宝光流转 不时有轻悦的争鸣之声响起 东华在智剑 早年他退避太成功 有大把闲暇 踏遍各界的名山大川 得了不少宝物 其中既有文明侠尔的成品武器 亦有得天独厚的智剑之材 只是彼时他已有了仓盒 又随性得很 虽爱琢磨武技 倒也没有将十八般兵器轮制使的爱好 于是这些宝物成了太成功库房中的 众多藏品之一 除了仲林偶然潜然盘点外 少见天日 正是因为有这底气 千年前他在凡是为滚滚画好兵器图的同时 已然稍稍构思了所用的材料 想着一回来便可炼制 谁知因缘忌讳 变故别生 直到今日才终于着手 不过这次他不止要制一柄剑 谁让千年前还没有小狐狸宰悠呢 既要给儿制剑 便不能偏颇 索性连女儿的也一并考虑了 老神仙一心要把水端平 倒未曾想过 万一女儿不使见该如何 十日前 凤九领了滚滚与悠悠去了赤湖族 太成功中只留了东华一人 此番伏觅仙母恰逢万字头的整寿 凤九的娘亲早早回之湖族 终于众兄弟姐妹共商操办事宜 凤九得了幸 思想起已有许久未见姥姥姥爷 便决意随娘亲一同前去 一双儿女自然也要带着 老人家还未瞧过悠悠这只小狐狸仔 这次倒能聊作未戒 东华应早就应了老君的约要去谈经论道 况他一介尊神 若真早早去了 赤湖族众人难免束手束脚 不得自在 便索性与凤九说定兵分两路 凤九娘撒先行 他则到了正日前在与之会合 临别时 两只小狐狸仔难得远行满怀兴奋 凤九倒有些不放心 他拉着东华的手持一道 我们先行几日 碧君一人在家可爱要紧 东华知他担心什么 算算日子应无妨碍 不然凤九也不会计划成行 可他偏生要逗逗小狐狸 面上摆出一副落寞幽怨的样子 怎么不要紧 长夜漫漫 孤枕难眠 服人好狠的心 手中却没闲着 握着他白嫩温软的御手 直送到唇边 见夫君又要开始聊播 凤九无语地抽回手来 熟门熟路地摸摸东华低下的脑袋 又替他里里垂在胸前的发丝 仿若在安抚爱撒娇的大儿 帝君在家要关一点 等回来再给你做蜜糖吃 东华配合地点点头 目送大小三只狐狸 蹦蹦跳跳地走远 要不说计划赶不上变化 东华还未赴约 老金道浅然来报 说是炼制一位丹药废了些周折 与帝君之约恐要言后 东华也未在意 仙者之约除了十分紧要的大多随性 既然老君有时不妨改日 只是如此一来 原本排得满当当的日子平白 空出了一截 老神仙坐定一想 便想出了致见这当事 相比凡人以火淬炼 仙者乃是以术法修为来雕琢 知一柄神器 不光需要术法与修为 难的是对材料的认知 时机的把握 正法的契合 缺一不可 且术法雕琢是个水魔功夫 虚的稳定神识 均匀失利 又要顺势而为 因势利倒 还要阴阳相继 尝胆相弃 所以 虽则每次致见不过七八日 却最是好神类人 按说 与东华这样的尊神 致见算不得多复杂的事 他又一向众诺 因了人家的时长雷厉风行变作了 可这次为自家玩致见 却延荡千年 乃是小弟后奉九步允 自千年前仙妖大战以来 不知为何 东华心口的伤处反反复复始终不得痊愈 修为虽已恢复 却贴了每隔三百来年就皱失皱弱的毛病 连哲言也结蹊跷 好在朱焕已除 倒不需要尊神再舍身相抗 不过闭门修养而已 作为最亲近的人 奉九是除了哲言之外 少数几个知道事情前因后果的 见他虽面上不显 可先立不振 要是无用却是实实在在的 不由心上交集 东华倒十分淡定 不过是少许时日不能用法术而已 不用便不用 一来伸手犯来张口何等幸福 还能壮大光明地跟小狐狸 亨记起不美哉 奉九看得紧 滚滚见娘亲紧张 也不遇父君劳心劳力 这也是为何一耽搁便是千年的缘由 不过东华还惦记着 继续教儿子剑术的事 这剑若一日不成 总难衬手 这次小狐狸带着狐狸仔出门 又正有闲暇 便想把这桩新舍了一了 这剑已到了第七日 东华夫座在日常修炼功法的内饰之中 周身流动着浑厚的仙泽 紫色的光芒不时在仙泽中涌动 他食指微抬 牵引着身前的一团弃泽 弃泽中悬着两柄已然成型的宝剑 一者厚重 一者清零 看得出来是为不同的人所备 虚空中仿佛有两只隐形的手 正在齐上稳稳地镌刻着法阵 剑从已然完成的部分影有荧光闪过 随着法阵的完善 倒到荧光连成一片 展现出其繁复套叠 华美玄妙的全貌 乍一看 两个法阵十分相似 实则差异之处颇多 剑死 东华双手一压 术法剑收 稍稍松了口气 法阵完成 这件便进入了尾声 剩下的就是打磨与装饰这等微末之事 这几日进行的顺利 他自觉对两个狐狸仔可以有所交代 望着争名不已的两把宝剑 心中甚位 因是给滚滚和悠悠兄妹用 东华有一时两柄清风天然相细 自成一体 这次他选择了同时炼制意图 既要控制同样的进度 又要细微处各个不同 非等闲人能驾驭 自然在法术与精力的消耗上就翻了数倍 全神灌注时尚且不绝 一旦绷紧的心神松懈 多日累积的疲惫力时袭来 便是在这几则暂些 术法转换的虚语 他心头毫无预兆地滚过一阵肌痛 呼吸一致 一股灼热自胸口腾起 迅速上涌 还不及调息 已从口中喷涌而出 赤金色的液体 溅在青灰色的地面上 艳丽夺目 有几滴透过龙者宝剑的弃则 洒在法阵尚未消散的两柄清风上 点点吃惊化为团团光运 消失在了荧光里 东华气息乱了一瞬 身形晃了晃 他未曾想到这个程度的施法 就让他险些不知 还是说 那莫名知证竟提前了 这时倒要庆幸小狐狸不在家 否则又要累他为此担惊受怕 着实于心不忍 一颗心跳得有些杂乱 他忍着胸口的烦闷平复了一刻 仍觉四肢虚软 吐息之色 索性收了两柄剑 靠在他上稍时休息 因之间确然耗费了不少精力 不一会儿他便陷入了浑然无觉的昏睡之中 尹东华喜静 周遭并无随事人等 也就无人发现他的异样 沙沙 沙沙 而盼传来细碎的声响 像是小虫在啃食树叶 一扬顿措的美食奏鸣 又像是封过树林时 此起彼伏的熟人问候 声音静在咫尺 初时还有些自然的妙处 即至后来单调而重复 让他听着头脑发展 东华睁开眼 未见到意料中的绿色 面前反倒苍茫一片 上不见天 下不及地 他低头看向脚下 跑脚之下空空荡荡 不见双足 也不知遮掩的为何物 似渊飞烟 似物飞雾 柠檬如有实质 不知何时 沙沙声消失了 寂静仿若厚重的目步 从上方缓缓降下 所有声响都退至无穷远 四周太过宁忌 他甚至能听到自己身体里血液温流的声响 这声响越来越大 却又似被什么力量隔绝在了门后 只于闷闷的尾音模糊地打在鼓膜上 让他心头发慌 过了好一会儿 分不清是哪里来的声音 模模糊糊地重复这一句话 他仔细分辨 仿佛是逢一为想 何以时之 搅袖未淡 要灵安葬 来来回回咀嚼了几遍 像是提醒着某种含义 东华正没思索 确决连思绪也组织了一般 凝神都有些费力 帝君 一缕呼唤刺过迷藏送入他的神石 东华闭着地眼动了洞 帝君 第二声呼唤响起时 他周遭的世界震荡渐起 呼觉脚下一空 一颗星骤然从九天苍穹跌落 悸动地凝成一团 他促着眉睁开眼 略缓了缓急促的心跳 眼神方才有了焦点 那是光线昏暗 闭上只约了两颗夜明珠散发着悠悠的光 丛林正在踏前俯身禀报 帝君 应该出发去与帝后和小巅像会合了 他又解释道 丛林见时候不早 便寻名不见 这才贸然闯入 还望帝君见谅 等了一会儿未得到回应 他抬手见踏上的东华神情迷茫 疑惑道 帝君 东华缓缓转过视线 心中还有些恍惚 自己这是睡了几日 居然已到了与小白会合的日子 见重林一脸莫名不似作为 他瞥了眼掌暗先观身后 不着痕迹地消去了地上油存的一抹赤金色 坐起身来整理出发 伏觅羡慕此番作寿 当真风光的景 与上一个万年相比 这个万年过得实在圆满 不仅把七个女儿都嫁得了好人家 便是当初着实操心了一阵的大外孙女白凤九 也有了绝好的归宿 赤湖族终人皆知 只要说到此事 就是挠到了伏觅羡慕的养处 并能让他老人家神清气爽 等闲过错都能一笔勾销 不违别他 乃是因为他家小凤九的家序 竟然是威名赫赫的上古尊神东华帝君 可不是做梦都要孝醒 此前 被人攻为人生赢家 他总还要谦虚一二 待到凤九驾到太成功成了地后 他便觉得 这要还不是人生赢家 怎么算是人生赢家 便也受之坦然了 回想起来 起初这是闹了些误会的 也使得他受邀东华凤九的婚宴时 有点忐忑 这话还要从替凤九操心婚事说起 伏觅羡慕原响 以凤九那丫头的出身 样貌 自然不会随意婚配 但怎么才算是配个好人家 还是很有讲究的 这上头自己很有发言权 所以 与凤九娘亲说到此事时 他毫不犹豫地列了三条 三代以上的世家 手握十全 不是武将 谁曾想 凤九这傻丫头 平时机灵 这事上却忙得很 居然让这三条落到帝君的耳朵里 真真要把他姥姥挤死 伏觅羡慕至今游记的 婚宴那日东华与凤九前来 帝君十分郑重地珍满了一杯酒 信他道 本君这计不是三代世家 现下手中又无十全 还喜打打杀杀 委屈了小白嫁与我 还望仙母不要嫌弃我这外孙女婿 话中戏学业的他哭笑不得 只好尴尬地打哈哈 心里恨不得把小凤九扯过来掐两把 帝君这地位哪是三代以上的世家能比的 这天地共主都做过了 还不叫手握十全 帝君这叫武将吗 那是文武双全 彼时他不过是想求个门当户对 凤九这丫头到底是怎么跟帝君说的 弗蜜仙母觉得自己是因您都要交代在这丫头手里 好在事情兜兜转转 总算圆满 半夜前凤九带着一双儿女随他娘亲前来 小狐狸在冰雪聪明 活不可爱 把弗蜜仙母斗的眉开眼笑 一枪慈爱无处撒播 不过 见帝君未曾同行 她还有些隐忧 怕小狐狸在夫家吃了亏却无人敢撑腰 要到正日子上 当她感知到帝君的气责出现在赤虎族时 才真正松了口气 这外孙女婿太厉害了 也是个麻烦事 还抱怨不得 虽说明分上站着先 可身体比理智诚实 对着六界尊神 恭敬已成为习惯 哪里还敢老虎头上搔痒 感激也是有的 这次坐寿四海八荒有头有脸的都送了明铁来 不看僧面看佛面 小小赤虎族能够走到今日 其中道理伏觅仙母自然也懂 而作为长辈与亲人 伏觅仙母只希望而女孙辈都好好的 平安喜乐比什么都强 凤九未想那么多 不过在安然度日这点上 她与姥姥 娘亲的意见空前一致 从清早起来 凤九就盼着东华来 说来有些不好意思 他们既不是初出牵手的情侣 也不算新婚婴儿的眷属 千年时光怎么也算老夫老妻了 可不过分别半月 她竟然十分想她 不知夫君一人在太成功过得可好 这几日她和小狐狸在不在身边 她可觉得孤单 没人给她做好吃的 回去又得撒娇抱怨了 与老君有什么道好论的 也不知道早些来找他们娘撒 之前她曾听人说 在一起久了 感情会变得平淡 有了孩子之后更甚 可是这点似乎无法 在她与东华身上得到印证 这些年来 他们始终陪伴在一处 从未远离 但是他们的感情不仅没有消失 反倒更为浓烈醇厚 时间越久就越加习惯彼此的存在 好像本就应该如此 也许是因为曾经差点错过 所以才知道如何紧握彼此的手 也许是因为共力太多波折 所以才明白什么是最深的坚守 回望过去 凤九更喜欢现在的自己 也更喜欢现在的他们 凤九自以为把地面葬得很好 不过在她老了 娘亲和众位一母这些过来人看来 只是虚张声势 欲盖弥彰 更别说当她远远望见东华的身影时 二话不说瞥下正在玩耍的滚滚和悠悠 如一只穿花俯柳的彩蝶音过去的样子 正是对秦之所系最好的助解 帝君 你终于来了 小狐狸笑颜如花地扯着东华的袖子 嗓音中带着自己都没察觉的爱娇 嗯 来了 东华点点头 开手理了李凤九散在并边的一柳秀法 他灵动的眼眸闪烁着喜悦 小狐狸用 终于 这个字让他很是满意 两只小狐狸仔也飞奔过来 叽叽喳喳地跟父君报告这些天的所见所闻 东华觉得 与寂静无声的太成功相比 还是这种喧闹更为舒适 他快要忘记如何忍耐乌鸦的空气了 叽喳地